一句经文讲的比起 集中做起 这是一种礼节 向老师请问起 请教问题 或者跟大众分享学习的心得 是少要打出招呼 集中做起立刻 从做上起立 隐秘国足 在国前向佛领语 鼓起头地 这是最功竞争 而白多言 白这是一种最恭敬的态度 向佛所表述 与成白 下面这一段 是他们报道的内容 我亦往昔 我是大师之主上自成 大师之主上说 我追往昔 过去什么 我们现在想追忆也追忆不起来 那过去正中什么事情 我们忘得一干而净 有很多人奇怪 如果有过去一生 我为什么忌不得 道理很简单 因为我们想的东西太多了 那把它过去的调忘掉 我们设备式的东西就已经想的 够热闹了 有很多人都认为 这一辈子的东西都想不完 所以哪怕有功夫考虑过去的事情 未来的事情 实际上我们每一个人过去生存的生活 都非常精彩 很热闹 怎么知道有过去真的一个很简单的场景 很多人可能都有些这样的经验 譬如说 我们到某一个地方去 第一次去 以前从未去过 可是一到那个地方 感觉很熟悉 有没有这样的感觉 有些时候有 当然不是每个地方 有些地方 你走进去感觉 真的好像来过 可是这辈子肯定没来过 还有时候 你遇到一个人 这个人好像见过 想不起来在哪里见过 这辈子应该是没见过 但是感觉很虚 也有这样的情况 这都是过去生日中的记忆 其中的 那么这一些菩萨们 他们有宿命中 对于过去生存的事情 就像我们现在回忆 昨天的事情一样 那么清楚 所以大师父上 以宿命之风 追过去生存 九远节之前的事情 有多过九远呢 横和沙 结 结就长啊 结有多长呢 结的全称叫结波 翻译成中国话 叫长时分 或者叫大时分 就是长还长的时间 有多过长呢 我们便有几个处置 简单说一下 大家有一个龙虎的概念 经常说 人的寿命 最长的时候 就是人间的 我们这些动作 寿命 最长的时候 八万四千生 那是人突破最大的时候 然后 人突破大了 就开始享受 造恶业 于是 每过一百年 减几岁 寿命开始减少 福报也分剩减少 这样一时 减减减减减减减 减到最后 人的寿命平均只有十日 这叫一个简介 就是你每过一百年 简介是从八万四千岁 建造十倍 但是恶意 极其严重的时代 然后 到十倍的时候 大家恶意造的很严重 严重的什么程度 我经常说 那个路边的草 你随便拔出了一根 就可以做武器 去杀人 真的是草木皆兵 我们可以理解 那个时候 人之间的科技 它是发达到基础 杀人的武器造成武器 所以受你越来越迷惯 可是杀到最后 剩下没多少人 于是天天看到 这些人情可怜的 就来劝 劝了一部分人就生起善心 另外一部分人 也慢慢地被感慌 于是大家又发现善心 互相关怀 好 寿命开始增加 一百年下一生 这样慢慢增加 增加到八万四千岁 这一分一节 叫一个小节 有兴趣的可以拿计算机去设 这是一个小节 二十个小节 叫一个中节 四个中节 是一个大节 此地说的节 就是一个大节 算出来的也只是个大概的数字 这只是个隆土的数字 算出来我们也念不出来 后面那么多的理念了什么时候 经常还有另外一个说法 是比喻 有一个城 一个城市 这个城市 周达四十公里 城墙也高 四十公里 长断高 都是四十公里 里面 里面有什么 里面 有一个很小的芥菜籽 经常常常用芥菜做比喻 就好比我们吃的芝麻一样那么小 或者像牛菜籽一样 总之很小就小 有那么多 把这个城 填满了 然后有个天人 他过一百年来一次 来一次的时候拿一粒 拿一粒芥菜籽 一直到 当然里面的芥菜籽全部拿完 这叫一个田 这是个比喻 总而言之 就是这个结实也特别差 以结为单位 结就够长了 前面都有个横河沙 这可怎么算啊 横河去印度的人朋友 我们见过横河里面的沙 很细 将面很一样细 像横河里面的细沙 那么多的处置 这么多的结 大师徒扎很厉害 他这一想就像昨天一样 马上画面就呈现出来 这不是在编故事啊 等觉不到 过去现在未来都在当下 所以我们完全没有管理 大师徒扎上也有这个神龙的名字 又我说是 就是在横河沙几岁之前 那个时候 有一尊佛的出事 这一尊佛的名号 叫 穆亮光 大家熟悉不熟悉 事成相识啊 无量光 阿弥陀 怎么这么熟悉 会不会我们那个时候 一眼跟大师师托尊在一起呢 不是没有可能 你们经常说 释迦牟尼佛求远 严实前发心的时候 在临山会上 听法华经的那些动证 都跟他一起在学国 那个时间比这个月长 太多贝拉 那个时候释迦牟尼佛最初发心 他在跟那边的佛学国 而当时的那些同兄们 也跟他一起听法 可是听了这么多节 释迦牟尼佛成国了 临山会上说法了 那些老同修还在家里听你 听到很清晰 各个都是众生 这无量节他们是问过来的 释迦牟尼佛是修过来的 所以如果我们在横格山写之前 也曾经亲近过这位无量光芦来的话 我们就很惭愧了 我们算是问过来的 却是这么长的时间 我们不知道怎么问的 在六道中轮转了 就是这样轮转 受火受难 渡过了恒河沙 而大师之菩萨他们呢 恒河沙也破后 不一样 成了大无常 所以我们看到这些 其实有时候联系到我们事情 不是一点关系没有啊 以前善导大师 读解关经的时候 就是引经当的开始这样说 关经当有个叫六念的方法 六念里面有念天 我修建人常常念天 天是谁呢 天就是诸天范王 就是各个天的天王 尤其是射界先的天王 射界先王都是十地无常化身的 大无常 就像关世音无常这样的大无常 念阿宗干什么呢 经上告诉我们真相 这些大无常 久远结之前 跟我们一起发现 跟我们一起学活 可是人家造成大无常 我们还在这边要待 还在六道里面为一种轮转 所以想想惭愧 是这个就是 可是我们感觉不错 在泰国这几年生活还挺好的 甚至极乐世界这一次要不要去 都还要考虑考虑 我们这一线都还是挺满足的 有时候想想六道也挺不错的 摇来摇去 就是这上面 可能还会有这样的留恋的想法 我们呢就老同学 他们造成了大无常 就像什么呢 我们念书的时候 一般同学只是个人 毕业二三十年啊 忽然在同学会一见面 人家是亿万不好 各个行业的理由 就精英人 我们呢可能工作很早 就是这样的情况 见面的时候都会不好意思啊 所以经常常常出现的这些大无常 为什么我们感觉这么熟 因为我们曾经的同学 曾经的同学 现在我们落后到这个程度 他们没有看过我们的笑话 他们没有看过我们的笑话 而是用种种方面来提醒我们 来帮助我们 希望我们找一些学物 跟他们一样 无恋法 古大德处节的时候 有的认为 这无恋法叫阿维陀 聪明皇后 你说阿维陀佛成佛 才不过十节吗 怎么可能这恒河三节之前 又有一顿呢 这不奇怪 释迦牟尼佛成佛 两千五百多年 这是这一次世界 法华经上对我们讲的真相 释迦牟尼佛成佛以来 有多长时间 这个恒河三会用不上 恒河三太少了 那又怎么算 把整个大天世界 碎为微塵 整个大天世界 全部摩碎 像微塵一样 比罗伦伯萨奇多了 然后有一个很厉害的佛杀 他带着这些微塵 往东方飞行 所以多远中间 过五百千万七大游堂 阿森齐 三千大全世界 不是每个世界都放行 中间过这么远的大天世界 然后放一粒微塵 然后继续飞行 再飞过五百千万银纳银行 阿森齐三千大全世界 再放一粒微塵 一直把这个微塵全部放进 放光了 放光了之后呢 又把这个中间经过的 未经过的所有大千世界 大千世界全部碎为微塵 一粒微塵算一个大级 算到我们这辈子死了 下辈子再接着算也算不进 算出来的那个数目是 佛告诉我们 释迦牟尼佛成佛以来 比那个数目值还要多过百千倍多的事 这是法华经常给我们讲出的 成佛的真相 就是释迦牟尼佛成佛都这么久了 所以这个话已经说出来 很多人一听 在那背景上傻眼啊 释迦牟尼佛成佛这么久啊 不敢想象 所以很多人听到不相信 认为 这话怎么大了 吹牛吹得太过分了 怎么会啃这么久呢 所以佛说 如果有一个人听到佛讲这段话 听到佛成佛这么久远 而丝毫不怀疑的话 这个人的功德 甚至于超过一个人 去修很多大成佛诗 有一个人他修很多大成佛诗 那个功德不报很大 但是不如有人听到佛讲 这个境界 是毫不怀疑 这分离什么 深信佛语 为什么 释迦牟尼佛成佛都这么久远了 阿弥陀佛 但这就可以想象了 阿弥陀佛跟释迦牟尼佛 因你曾经同时发行 所以 阿弥陀佛成佛以来 与近十几年 就像释迦牟尼佛 两千五百多年前 在福提树下 试验成佛一样 只不过是这一期的因缘 因此我们有理就相信 这个无恋慌 就是阿弥陀佛 而且还要告诉大家 而且还要告诉大家 将来大家成佛颜佛 颜佛颜佛 颜佛颜佛 这一点那么奇怪 所以看到无量光佛 我们很亲切 怎么研究 这跟我们今天念的 这一身阿弥陀佛 有密切的 你说他是一 没错 你说他是二 也没错 其实不一不二 在九远节之前 大师之谷上 他就遇到了无量光佛 在那个大节中 十二不来 相继一节 这个大节里面 有十二不说 而大师之谷上 他们这一班同学 很难问 这十二中国 他们统统都亲近 这十二不来相继一面 就是先后 在一个大节里面 出世 教化中生 这十二个佛的名号 正好跟阿弥陀佛的 十二个名号 也相同 无量寿经上 有讲到阿弥陀佛 这个名号 阿弥陀佛叫无量色佛 一号无量光佛 一号无边佛 外王不等佛 乃至最后 超日月佛 其最后佛名 超日月佛 十二不来 这是大师之谷上 最初学佛的时候 遇到了十二的佛 这十二的佛 教给他们什么方法呢 毕佛教我念佛 三倍 这个笔佛 我们可以理解为 就是超日月光佛 也可以理解为 此地的笔佛 就是从无量光佛 一直到超日月光佛 这十二的佛 没有教育他们别人 欧洲 都是教他们 灭佛 灭佛三倍 完全说得过去 十二的佛 共同教育他们 灭佛三倍 在这个地方 我们也不妨 想一想 假如我们遇到 我们遇到说了 遇到无量光佛 在无量光佛那里 学了灭佛三倍 然后下面又遇到无边光佛 我们会不会说 无边光佛 你刚才教的这个 我学过了 前面已经教过过了 再教个别的吧 你完全会这么想 实际上 完全没必要这么想 佛观察众生的根基 会说是额 我们根基的法 那么在这个地方 可能有些有学习 不是学的越多越好吗 法门无量是越学 没错 这要看我们有没有能力去 还有我们学来干什么 那么再进一步说 难道这个灭佛三倍 就不是无量法门吗 一门即是出门 就是一个灭佛法门 可以将一切法门 圆融而成 就是真正把这个法门 圆通了 灭佛三倍 即是首愣言三倍 灭佛即是参禅 灭佛即是持重 灭佛即是大小使观 灭佛即是一切法门 这里面没有保证 果然我们这句佛号念通了 这句佛号就是无上身要禅 大吉经常这么说的 若人赞念阿弥陀 这句佛号是明无上无神要禅 这句佛号我们真的专心念去 就是大神众 就是大名众 就是无上众 或是无等等众 能从无弃 不用接一切笔 旧阿弥陀佛 王与佛会就可以了 这是莲诗大师说的 莲诗大师在中方词语中就是这么讲 这新经里面说的那个 是大神咒 是大名咒 是无上咒 是无等等 这完了就是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就是圆满的大神 里面对我们讲的一般道理 果然我们专心念佛 忘年不习 就是直念念相聚 寥寥的名 其实贯 直观 所以社区佛号具有一切八分 绝对不会说 当天阿弥陀佛好像是少教很多 什么都不会 我会这样 果然我们专心念 成就三昧 一切八分都在其中 念佛三昧 这里面包括的内容 我们先简单解释一下这个名叫 念佛有很多种 归大起来四大量 十名念佛 观想念 观想念 实想念 这几种方法 我们后面都会进一步解释 三昧 三昧 翻译成正病 正受 或者说正心 情受 合起来 就是用念佛的方法 得到正病 正常的享受 用念佛的方法 得熟了五年大神 这就是念佛三昧 这个名像简单解释一下 这里面所剧组的内涵 我们下一堂课 再进行联系 这堂课我们就学到这里 谢谢大家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